《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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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展的角度 希望我們盡量去講足和感這件事 我很快就已經想到一件事是光 光是接觸不到的 你看到了 但你永遠都看不到的光 我就想跟一個極端的起點去講足感 用皮革可以跟光聯在一起 做一盆燈應該最容易把兩件事放在一起 我又不是很想做一個純粹巨像 純粹好看的眼燈 我想賦予多重意思 我就選擇了《雨光》中的一個香秀這首詩 這首詩其實帶來中國人離開滅井工作 和太太的分隔兩地 和媽媽在生命之中的生離死別 以至到第四段才講到台灣、中國、內地 在海峽中間相隔開滅井工作 我就用了這首詩講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當天七年代的距離和今天是不同的 那我就… 你當我狗味逐雕也好 什麼都好 我就沿著這四段詩寫了第五段 就是講今天的距離是怎樣的呢 在科技、在生活上 因為有電腦、有手機 那個距離感是很大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今天看到的享受 這個物料有別於其他 一塊木頭、一塊石頭 因為它始終來自生物 那你摸下去的時候 柔軟程度是很不同 它說是英國皇家罷案皮 其實說真的 我走到店舖去找這塊皮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是這種皮 我沒有想過是這麼厚度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心目中是輕的 但當我拿了上手之後 我決定了都不再作他選 它斑駁的紋 還有它作了爆裂的紋 就是那種不規矩 還有一種不受控制的感覺 加上這個重量 我覺得它反映我心目中 那個人的接觸越來越疏遠 那個沉重感 我覺得很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塊皮的特性 當然題目給出來觸感 很意味著是 從物件到人到感情 那個所謂觸感 但是我更加關心的是 其實在生活上 我們有沒有很用心的生活 一試一物大大小小 我們真的有幾 有幾和新間的人互動 又沉澱過 又認真對待過 還是沖沖沖沖 旁邊沿途沒有 什麼都沒有看過